在臨時降臨 葬禮當中 我們一起來禱告 親愛的阿天父 我們感謝您 我們的花語堂 在幾個月前 從十點提升到九點半 我們覺得我們的出席禮 好像不是很理想 主啊 春麟包頌們 帶領我們 讓我們的花語堂 能夠向前進 我們大家能夠記得 九點半就是開始 在九點二十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到達這裡 我們來這裡準備 預備盡安你的心 讓我們的星期日 是分別為聖的日子 讓我們在星期日 我們知道我們要跟神親近 雖然每天都親近 但是在這一天是一個特別的日子 主 祢要我們分別為聖 在祢的面前 在這一天 我們真的在家裡 準備我們的心 我們就要在九點二十前 就到了我們的教會 我們要來安靜 要一起禱告 要一起敬拜唱歌 主啊 把這樣的心智 放在我們每一個人的 華語堂身上 主啊 我們從七月起 牧師希望我們 台語堂 華語堂的同工 我們能夠分開 不要華語堂 台語堂這樣子跑來跑去 主啊 我覺得這個利益也非常好 讓每一個人都能夠 在所屬的地方 能夠來敬拜 讚美麗 讓我們在我們所屬的每一個地方 我們可以安靜 我們可以侍奉祢 主啊 謝謝祢的恩典 讓這個進行能夠非常順利 讓我們所排的施工 雖然有時候不很順利 主啊 求祢讓大家同心合一的心 彼此帶到 我們彼此幫助 彼此相問 主啊 如果我們在計劃 哪一個事情的時候 我們都虔誠 把它拜在你的手上 主啊 求祢看的美好 主啊 我們這樣子禱告 都是奉耶穌基督的名求 Amen 好 我們現在開始來讀聖經 今天的聖經是記載在 羅馬書八章二十四到三十節 羅馬書八章二十四到三十節 好 我們大家一起來念 慢慢的念 來 預備 個 我們得救世在不盼望 主是所見的盼望 不是盼望 誰來盼望祂所見的呢 神父 祢讓我們能夠 愛望祂所見的 就必忍耐等候 況且我們的軟弱 有聖命幫助 我們本不曉得 當怎樣祷告 主是聖命心自 是用說服主主人 而喊起 避諾跟道道 監察人心的 曉得聖命的意思 因為聖命照著神的旨意 替聖父祈求 好 下面 我們曉得 萬事都互相效力 只要愛神的人得益主 就是安法去依給造的人 因為祂預先所知道的人 就預先定下效仰 他兒子的能量 使他兒子在許多弟兄中 做長子 預先所定下的人 又照他們來 所招來的人 又稱他們為益 所稱為益的人 又叫他們得榮耀 感謝主 這節的聖經 是非常非常出名的 接下來我們要請玉京傳達 來替我們講道 他要講的題目是 盼望中的禱告 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很高興我們今天 在聖靈降臨日五旬節過後的 第一個禮拜 我們在這邊再次聚會 讓我們一起同心 在神的面前一起來禱告 創造我們 愛我們的父神 我們向你獻上感謝 主 你的話語 一解開 就是我們明白 主我們謝謝你 謝謝你 聖靈成為我們 隨時的幫助 也做我們隨時的引導 主 我們向你說 聖靈啊 請你來洗滌我們 洗滌我們 在你內心裡面 各式各樣 主當我們 來到你面前 成為你 蒙你喜悅 而你的樣式 主 求你再一次的幫助我們 謝謝你 成為我們隨時的引導 我們 把今天的聚會 再一次的 恭敬的仰望 交托在你手中 你讓傳講的 聆聽的 都同摸你的恩典 我們這樣祷告的是 奉主耶穌的聖名 阿曼 我們都知道 祷告 祷告 對我們 很重要 特別是為什麼 我們可以祷告 因為怎麼樣子 約翰福音 一章十二節 裡面有說到 因為我們是他的兒女 我們信他 所以怎麼樣子 他就賜給我們全力 讓我們有祷告的 這個確聚 有祷告的神分 來到他的面前 我們經歷祷告是 美好的一件事情 我們經歷到 祷告是重要的 甚至 這是在新約的部分 甚至在舊約裡面 舊約的 以賽亞書的六十五章 他那邊提到一個 新天新地的狀況 他講到什麼 他講到說 怎麼樣子 有可能是一個情況 新天新地的情況是 還沒有禱告的時候 就怎麼樣子 他就應允了 當我們說話的時候 上帝就摧聽了 這是在舊約的部分 告訴我們 在新天新地的時候 有這樣的狀況 所以我們都知道 也常常說 欸 祷告很重要 祷告很 很對我們是有幫助的 所以有時候 我們會成為這樣 成為變成是 看中那個目的 看中說 欸 我的祷告 我希望是蒙應 我希望我的祷告是 上帝能夠聽到我的祷告 所以我們會很注意的是什麼 注意的是那個結果 有沒有成就 那個結果 是不是成為 真的 如同我說的 我的祷告這樣子 所以有可能 我們的祷告到最後 會變成是一種 什麼樣子的祷告 過無清單式的祷告 怎麼叫過無清單式的祷告 有可能 我們會跟父說 我們的天上的父啊 我要怎麼樣怎麼樣子 請你幫助我 我要這個我要那一個 請你來幫助我 幫我找一個什麼什麼 幫我怎麼樣子 就是有一點像是 清單式的祷告 那這不是說不好 但是這可能也並不一定是代表它是很好 因為我們剛才有提到說 在以賽亞書 六十五章那邊有講到說 心天心地的方式 是當你還沒有求告主的時候 他就應允了 當你說話的時候 上帝就垂聽了 所以心天心地的禱告 並不是像我們 當然我們都知道說 我們是屬上帝的兒女 我們要禱告 禱告很重要 但是 這個 當我們成為基督的兒女 進入到心天心地的狀況的時候 其實是整個身心靈的轉換 我們可能因著耶穌等久 我們在這個恩典當中 覺得非常開心 因為我在耶穌的恩典之下 哇 我這個罪人 就這樣子 所有的 以前所有的 不對的地方 都在神面前 成為新的樣式 但是 有沒有可能是 我成了新的樣式 但是怎麼樣子 我有得救的恩典 可是我裡面的老我 還在這裡 所以在這一個經文的前面 第八章的 我們是從二十到三十 所以在第八章的前面 他就提到說 我們得的就是恩典 但是叫基督耶穌從死裡復活的 那是有這個恩典 但是問題是 還要藉著聖靈在我的裡面 使我整個是救到 活過來的狀態 是一個新 如同我們剛才說的 是一個新天新地的狀態底下 我們剛才有講到說 我們可能怎麼樣子 我們開心成為神的兒女 因為我們不僅有享受祂的恩典 享受祂 要賞賜給我們豐盛的生命 我們會講說恩典是怎麼樣子 當我們受洗成為祂的兒女的時候 我們可能可以說恩典是怎麼樣 是喜樂的 得救的恩典是充滿喜樂的 但是我們在這裡要思考的是什麼 得救的恩典是充滿喜樂的 但是我們生命得勝 就未必是有保護的 我們可能因為成為神的兒女 我們開開心心 我們有這個歡喜快樂 因為祂是恩典 這恩典讓我開 讓我歡歡喜 但是我們生命能不能夠得勝 可能沒有辦法 如同我們的喜樂這樣子顯現出來 因為怎麼樣子 成聖是需要操練 成聖是需要操練 上帝給基督徒給我們 是一個美好尊貴的生命 在我們裡面 因為我們信 所以使我們有這個恩典 那祂也什麼 祂其實也把一個得勝 跟我們起初 創造我們生命美好的樣式 賞賜給我們 那我們因為我們信了基督 所以我們在裡面 我們知道 我有這個盼望 可以靠著禱告 來成為一個豐富的生命 成為有一個盼望的生命 成為是 我在各式各樣的環境之下 我可以活出 跟別人看起來是不一樣的生命 為什麼有人生病 看起來卻是充滿喜樂 因為他有一個盼望的確訊 有一個得勝的確訊 在他的裡面 我們或許說 因為上帝的話 有上帝的力量 當住我們 那麼可能因為我們可以說 我們因為相信基督 我們因為信 使我們有這樣子 充滿喜樂的恩典 在我們當中 因為怎麼樣子 他應許我們是 有一個榮耀的生命在裡面 我們都知道 哥羅西西數的一章二十七節 他這邊有提到說 因為基督的奧秘 因為我們的信 他使我們的生命 在我們裡面 有一個盼望 這個盼望 是跟別人不一樣的 在我們裡面 那我們可能基督徒很久的人 都知道說 上帝給我有榮耀 有盼望的生命在我的裡面 我是他的兒女 但是有時候 我們都知道這一些 但是問題是怎麼樣子 問題是 這個可能跟我現實 我遇到的環境 有可能是相違背的 所以在我們剛才 會員長老一起探討我們 我們一起同聲 開口的時候的二十四節 那邊經文的是 有可能 我們 看見的盼望 並不是盼望 那看不見的盼望 是盼望 他在這邊鼓勵的是 鼓勵的是 我們不要因為盼望 而就去 不要因為環境的問問題 不要因為環境各式各樣的困擾 在你的生命裡面 你就覺得你的現況是糟糕的 是沒有辦法改變的 我們也可以說 我們因為信 我們有這個盼望 除了我們剛才講的 我們有可能是 像那個小孩子一樣的祷告 那上帝是蒙應雲 祝給我們豐盛的生命 但我們可以講到的是什麼 我們 有什麼期待呢 我們除了期待 祂祀祖給我 期待我有一個 豐盛豐富的生命來祷告 我還期待什麼 那麼可能 我們當中 你有可能你是信主 多多年你知道 哇 當神的兒女 是何等的 如同這個經文講的 是何等的豐富有盼望的 所以你有可能為福音的緣故 想要 穿福音給家人 家人 你有可能你在職場上 你領受到這個盼望 就如同我們剛才在唱歌的一樣 你領受這個盼望 你期待是 同事 朋友 同學 家人 跟我們一起進到這個福音 這個上帝國度裡面 我們可以說 有可能 這段經文提到的是 你有可能 你有因為有這樣的盼望 為福音的博度 期待它被傳開來 你有這個盼望 你因為這個盼望 歡喜快樂 你因為這個盼望 因為你的上帝給你的得救的恩典 歡喜快樂 也因為這個盼望 歡喜快樂 因為我們越認識 上帝就越知道經歷 他是多麼信實又真又活 我們可能這個盼望是我們歡喜快樂 但是有沒有可能是 這個盼望 他在這邊講的 是因為這個盼望成為我的挑戰 成為我的逼迫 特別是我們當中 可能就只有你是基督徒 在你的家庭 在你的家族當中 我們可以提到說 什麼是你在主面前奮力的禱告 那可能就是我們剛才說的 你期待你的家人來信主 你已經期盼很久了 你期盼你的家人 因為不只是信主 因為這個福音的緣故 不只是信主 還要進入到我們剛才所說的 叫那死裡復活的耶穌基督 接著住在我們裡面的聖靈 叫我們的 看起來是活著的生命 叫我們裡面 是因為這個再次的活過來 再次的有盼望 達到一個心天心地的狀況 所以有可能 這個盼望會成為你的逼迫 成為你的 挑戰 所以呢 哥羅西書 我們都有介紹過 哥羅西書的背景 所以哥羅西書的四四章 二人節有提到說 我們要怎麼樣子 我們要橫切地禱告 激行感恩 有可能你為這個盼望 你奮力地禱告 因為這個盼望 這個挑戰的恩典 雖然它在過程當中 有不一樣的讓你灰心 讓你上感的時候 但是因為這個盼望 因為這樣的事情 向主獻上感恩 這是我們都知道 如果是已經 信主多年的基督徒都知道說 不可以灰心善膽 還是要保持這個態度 精心感恩 恆切地禱告的態度 但是有時候 有沒有一種可能是 我們當下我們 在那個環境的時候 我們有可能怎麼樣子 我們有可能是 跟上帝求什麼 因這個盼望 我們跟上帝求什麼 我們跟上帝求 主啊 讓我順服吧 讓我順服吧 我們剛才提到說 你可能因為期待家人 信信主 你向上帝獻上感恩 你可能橫切禱告 你也願意等候 但是各式各樣的問題 患難 試煉都早早上了 甚至你在這個最 你覺得不能禱告的時候 你還是跟神說 主啊 幫助我 給我一個順服的心 但是 有沒有可能你跟上帝求順服 但是上帝給什麼 上帝可能 就如同 西伯來書的五章那邊提到的是說 你求順服 但是他還是給你怎麼樣子 他還是給你災難 給你困難 在當中 你要 你跟上帝說 主啊 我願意學習順服 這是很美的禱告啊 不求自己的利益 你跟上帝求這個在你的生命裡面 但是 上帝好像 沒有聽到的感覺 甚至呢 把這個苦難 把這個困難 更多的給你給你 有可能 有可能 一個主求信心 但是上帝 給你的逼迫 困難 是原本 又更大的 好讓你在這當中 把你的信心 運用的更多 在你的生命 在你的生活裡面 或許有我們當中的人有 你跟上帝求信心 但是上帝把你推到一個 更困難的狀態底下 要 讓你操練 你更多的信心在裡面 有可能是怎麼樣子 哇 這種禱告詞 更不求 我們自己的意思 你有可能是 我們在當中 有可能是 哇 我跟神求的是什麼 我願意有一個 像耶穌的生命一樣 像羔羊的生命 但是怎麼樣子 上帝把我們 的逼迫更是 拉大 有沒有可能 有啊 有可能在你的環境當中 是怎麼樣 就是 我們剛才說的 這些狀況 但是呢 你還是 有好的德性在裡面 因為你怎麼樣子 你願意 順服 學習一項高羊的生命 但是上帝這時候 把你推向的是什麼 伊賽亞書的狀況 你受到逼迫如同 往高羊被宰 宰殺的地方 但是 卻不開 開口 有沒有可能 有可能 有可能在當中 是這樣子 你 你受到 誤解 有 委屈 但是 你可能願意 像一個高羊的生命一樣 不會這個 誤解 不會這個 逼迫 不會這個家人 對你的不諒解 而你選擇 不說謊 選擇 就如同這個經驗的 這樣的狀況 有沒有可能 我們 還有一個狀況是 我們跟上帝 說 主啊 主你讓我溫柔 但是 你可能在你的職場 在你的生活 在我們的家庭當中 你跟上帝求溫柔 但是 上帝 把你推向一個是 有可能 使你激怒了 有可能 是使你 生氣的事情 要牽引著 有可能是怎麼樣子 我跟上帝求 我要有愛 愛心 但是 我們說的這個愛心 並不是說 哦 路人有賣什麼 一些 行善的文具 我們就給他的 這種隨機式的愛愛心 有可能你求的愛心 是從 上帝 從耶穌基督 而來的愛愛心 但是 上帝 就把一個 你可能覺得不可愛的人 放在 我們的身邊 因為要我們學 學習什麼 愛是很久忍耐 又有恩慈 在我們裡面 所以有可能 這一些的狀況 會是怎麼樣子 會使我們 不知道怎麼禱告 不知道怎麼禱告 現在問題當中 難過 甚至就如同我們今天 經文有提到的是一個 嘆 嘆息的狀態 我們說 欸 什麼是嘆息 我們可能有的人 今天早上跟一個 年輕人有提到說 欸 剛考完試了 很輕鬆 所以知道說 嘆息 如果用中文來解釋的話 就是感慨很深的樣 對吧 因為我們剛考完試 感慨很 就很 馬上可以理解 感慨很深 但是 除了這個樣子之外 我們所說的 嘆息 是什麼 有可能 嘆息是 我生命中 會有的 反應 因為這個 嘆息是代表說 我對未來 是怎麼樣子 我對未來是 我沒有辦法 去掌握 我沒有辦法 去控制的 所以 我嘆 嘆息 那今天我們在 羅馬書上 第八章看到的 嘆息是什麼 在我們今天念的之前的前面 二十四章前面 也有講到嘆 嘆息 在嘆 嘆息當中 有可能是什麼 有可能第一個是 如同傳道書所講的 虛空的虛空 我看這一切事情 日光之下 沒有什麼新鮮式的嘆息 我們有可能 第二個嘆 第二種的嘆 但也是嘆息 我們這樣講說 哇 有可能會覺得說 哇 這世界在一個 敗壞 在一個 黑暗的 詮釋下 掌控 被掌控 我們可能因為這樣子 覺得 嗨 嘆息 我們也可能是 因為我們 有 很深的 勞苦重擔的 嘆 嘆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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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些 都是 嘆息 有可能是我們 禱告中的 反應 因為它 表示什麼 表示說 我嘆息 我禱告完後 事情 還還在 我在我的環境 在我的麻煩事中 嘆 嘆息 就如同我們剛才講的 有可能也在你的 順服當中 嘆息 但是 我們在今天的 早上 我們學到的 嘆息 是另外一種的 從這段經文的開始 告訴我們 一種 聖靈的 嘆息 特別是 剛才我們有 讀到的是說 225節那邊 我們本來不曉得 怎麼樣 禱告 只是聖靈親自用 說不出來的 嘆息 為我禱告 我們可以講說 原來 禱告的旅程 禱告的方式 是從這裡開始 我們可能 聽到這 我們覺得非常奇怪 難道我不知道 禱告嗎 難道我不知道 禱告嗎 禱告不就是 讚美 感謝 之後 認罪 然後做我們最喜歡的事情 祈求 這些對基督徒來講 都知道 而且 這個行事流程 我們可以說 我們都很清楚 讚美 感謝 認罪 祈求 我們最喜歡的 我們都知道 但是為什麼 今天的這段經文 保留在那邊告訴我們說 我們不曉得怎麼禱告 以至於聖靈用說不出的叹息 為我們禱告 好奇怪 我們可以 聖經上面 也有一個人 他遇到這樣的問問題 他不知道怎麼禱告啊 他可能跟現在我們當中的狀況是一樣 他不知道怎麼禱告 這個是聖經裡面 舊約裡面一個蠻有名的 先知叫以利亞 我們可以 這是以利亞對 卡哈王說的話 在《列王記》上的十七章一節 他說 我指著我所侍奉的 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奇事 這幾年我若不禱告 必不降落 也不下雨 所以從這邊我們可以看得出 這個人 他是禱告的人 他是禱告的人 而且稍稍了解 以利亞的故事 在聖經裡面就有提告 他按著上帝的旨意 要他去的第一地方 為著 相敵的話 耶和華的話 在基地西旁 過著什麼樣的生活 過著烏鴉 雕著餅跟肉的生活 意思白話一點呢 就是有一餐 沒一餐的生活 那當然他也在當中去經歷到 瓦夫 撒勒法 那個薩勒法 撒勒夫的供應 甚至呢 也為這 婦人的兒子來求告耶和華 使他的小孩活下來了 所以他在禱告當中 去經歷到上帝的能力和供應 這不就是我們當中的 有一些人嗎 你是這樣子的 敬虔的 為主擺上 更是禱告的人 但是 有可能我們遇到跟 以利亞 狀況是怎樣 他後來 他遭到 雅哈王的討厭 然後遭到約洗別的追 追喪 為什麼呢 因為他在加密山的時候 帝王界上面有提到 他在加密山的時候 受到什麼 所以 顯出 耶和華的能力同在 打敗了其他的 巴力 所以我們可以說怎麼樣 我們可以說 他因為福音的緣故被追殺了 所以他到曠野走了一段的路 他甚至到這個羅臧樹下 就是有點是松樹的下面 他怎麼樣跟主說 有可能就是我們當中的心聲 他跟主說什麼 他跟主說 我為耶和華大發熱熱的心 以色列人都背棄了你的約 回了你的壇 用刀殺仙 先是剩下我一個人 但是他們還要來尋求我的命 所以我們可以說 這是他的探 探使 這是他不知道該怎麼禱告的探使 這也可能是我們在當中 我們去經歷到 我們沒有辦法所經歷 沒有辦法對我們的信仰 是真實又深刻的時候 所以以利亞的這一個呼求 也可能是我們在當中 你的祷告的狀況 你的愛主的狀況 有可能是怎麼樣子 有可能是以利亞的這一個狀況 你不知道怎麼禱告 但是我們在今天的早晴 我們說到的是什麼 在聖靈裡面的叛行 在聖靈裡面的禱告 其實是一種新的幫助 在我的裡面 因為當我為這個福音的緣故 受到受到逼迫 覺得自己很軟 受到家人的逼迫 覺得非常軟弱的時候 有可能聖靈裡面的叛行 對你來講 是一個新的幫助 因為幫助的原意 其實他有手拉手 彼此牽連的幫助 聖靈的叛行 聖靈的禱告是什麼 像母親般 我們感謝主 我們信的是三一的神 在我們當中 因為這個三一的神 所以我們不落單 因為聖靈很像母親般的 幫我們的軟弱 幫我們的裡面的負擔 引導在父神面前 我們可以說 聖靈的叛行是什麼 聖靈的叛行 有可能是一個 同理的狀態下面 保羅他在傳福音的時候 他遇到了種種的麻煩 但是他在哥林多 後文後書的十二章那邊 提到說 因為福音的緣故 他的身體 因為身體的不是 使他向神禱告 主啊求你 把這次離離開我 但是 講的是什麼 就是我們都非常知道 我的恩典夠你用 因為我的能力 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的 有可能你的狀況 面對的是 你不知道你前面怎麼走 但是 在今天的早晨 我們要說 聖靈裡的叹息 聖靈裡面的幫助 他不是幫助你 同理你 他還告訴你 我的恩典夠你用 我的恩典是在你的軟弱上顯出 我完全的能力出來 我想你們當中 都有 人 有這樣的經歷 有人點點頭 我記得我們 那時候 剛受 去聖靈中受druckback的時候 面臨這整個環境的變遷 不只是環境 還有身心靈 都有一些巨大的改變 但是很奇妙就是 在開學的一剛開始 有人透過在小組的聚會當中 我也不認識他 他的這個經文 就成為我的書桌上面 陪伴我 無論在各的環境下 因為我不認識他 那時候不算是認識也完全不孤孤不熟 但是這個經文就成為我的幫助 幫助我們在整個在做 建造的時候 在整個環環境做大變遷 改動所帶來巨變的影響 正向或負向的也好 這樣的經文成為我們的幫助 我們有可能說 聖靈裡面的叛息是什麼 聖靈裡面的叛息是真實的 有一種禱告 我們可能咯咯咯咯咯咯 講很多 但是如同馬太 文的六章七節講的 我們禱告有時候簡短 是勝過那強的禱告 所以我們可以說聖靈的叛息是真實的 因為它出自心靈深處 聖靈的叛息不只是出自心靈的深處 它有可能在我們當中 它是蒙上的樂樂樂 我們也可以說聖靈的叛息是什麼 聖靈的叛息 是在愛裡面得勝 我們剛才有提到說 我們有得救的喜樂 但是我們沒有得勝的把握 很多事情我們不明白 為什麼會發生在我們的身上 這是一本在美國的網路的書 那個網站上賣裡面 是很有名的一本書 那後來它翻譯了很多個版本 就是出人意外的恩典 這個作者他遇到了什麼樣的事情 他是一個敬虔愛主的人 但是他遇到的是 他的在一次出遊當中 他的太太媽媽 跟他四歲的女兒 在一場車禍當中過世了 他是一個敬虔愛主的傳道人 他不明白 他不明白 但是 他在這本書裡面有提到說 因為這樣子很深層的 如同在聖靈裡面的叛息 親自的知道他的狀況 同理他幫助他 使他一步一步的在這當中 過一個得勝的生活 有可能我們在當中 我們也是有這樣子的狀況 在我們裡面 我們講到說 他有講了一個非常 我覺得很感動的話 他提到什麼 他提到的是 你要看見陽光 並不是往著西方跑 才能看到陽光 而是要向著那東方跑 因為當你向著東方跑的時候 你歷經黑暗 你才可以更快的看到 這個陽光起來 因為他歷經這個黑暗 在黑暗當中 他看見 上帝怎麼樣子 帶領他 如果我們有興趣的話 可以這個書 並不是很拗拗口 是比較軟的 軟性的書 他有聽到說 萬事互相效力 叫愛上帝的人得益益處 得益處 我們要注意到這句話 萬事互相效力 不是叫一切的人得益處 而是叫什麼 而是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如果我們生命當中沒有神的話 怎麼在我們裡面得益益處呢 所以我們可以說 在愛中得盛的生命 是一個不只是有愛 還是一個你愛神的生命在裡面 我們也可以當中說 信仰是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一步一步的邁進 我們說 我們說 在愛中得得盛的生命 就如同我們前面經文所提到的 其實在愛中得得盛的生命 上帝已經把那個預定得盛的生命 諸位的生命 放在我們的裡面 我們邀請聖靈裡面的叹息 聖靈裡面的禱告 來幫助我 幫助我們所驗對的問題 我們可能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會有不同的階段 不同的事件的發生 讓我們的生命變成一股漂亮的圖畫 這樣的理念 因為這些不同的意外 可能使我們的生命有不同的叹息 但是我們要記得 我們要從這個叹息去做出發 我們要從這個叹息 不只是出發 甚至是走上一個禱告的旅程 在我的生命裡面 在上帝的愛中 因為禱告 因為與神連結 在祂裡面被祂的愛包圍 在祂的愛裡面去經歷一個得盛 恩典的生活 我們可以說在今天的早晨 我們坐在這裡 我們看是一群小群的神的女 但是我們可以肯定的是 我們這一群是愛主的人 在我們的群體當中 我們要去經歷這樣的信仰 這樣子的叹息的旅程 我知道我們當中 有人是這樣子的去經歷 我們就要在裡面去過一個 得盛的生命 從我們的叹息出發 也從這個叹息 走上我們 禱告的旅程去經歷主 我們一起同心來禱告 才會讓我們講 我們應該會出來的 ため 嗯 好 那 蛤 神 好 我 一 你是使人有盼望的 主啊 我们向你说 唯有祢检查我 唯有祢完全的认识我 我需要 祢成为我生命的帮助 成为我生命的力量 成为我生命的引导 主 愿祢圣灵里面的叹息 亲自来成为我生命的帮助 使我过得胜的生活 愿祢圣灵里面叹息 为我写出 一次又一次 生命里面最美的图画 我们这样祷告 使奉主耶稣的圣灵感恩 阿满彼尔余 我们用这一首诗 来回应主 我们用这一首诗 我们用这一首诗的елен秘 出品 죽mī 我们用这一首诗的祖堂 我们用这一首诗的文字 联系 我们用这一首诗的众 光红天的生 与你大胆 圆满的经厂中 我今个生 看美之中我生 你最为难 何不为难 我今个生 看美之中我生 我今个生 看美之中我生 我今个生 看美之中我生 第二节 我今个生 看美之中我生 看美之中 我今个生 看美之中 我今个生 看美之中我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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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用恩典 供应我们的生 祂圣灵的叹息 要成为我们随时的力量 随时的帮助 我们将来到公主耶稣的圣灵答案 阿们 谢谢主 我们接着 请奉献 我今个生 看美之中 我今个生 看美之中 对我的父母